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李宗盛 走上樓梯打開大門 還得經過這一段 四坪左右的套房 月租金也得要將近一萬塊 但這樣的條件 想租還得用場的 其實台北的租環境 除了有很多問題之外 其實台北方還是租得很 就是很快就出租了 連聚光燈都有點黃黃綠綠的 這間房子屋齡超過四十年 裝潢設備更是三不五十 就掛病號 處理上都是很 就是還算滿快速的 但是因為畢竟那個房子 比較老舊嘛 所以它可能會有一些就是磁磚 或是地板本來就有裂痕 但就不會是處理的範圍 東西壞了 唯一處理的管道只能聯絡房東 全台灣租人口至少有兩百八十五萬人 佔了總人口數的將近一成 而單以台北市來看 租屋人數更佔了整體的兩成以上 儘管市場龐大 但不少的租客都面臨相同問題 相信很多租屋組跟王小姐一樣 遇到找屋困難 或者是租屋環境差的一個狀況 也因此現在租屋環境 衍生出另外一種服務 在這樣子新鮮的服務裡面 像這樣子燈壞掉 就有專人來幫你修繕 或者是有任何租屋問題 都有管理師來幫你解決 在這樣子新鮮的租屋代管服務 租屋代管的管理師 可以幫房客解決任何問題 也可以從中收取服務費 賺取利益 好 OK 收燈打掃租屋代管的管理師 里外大小事一手包辦 我們的服務就是你在 住進來之後的第一天 開始到你退租的那一天為止 你中間有任何問題 像家電家具住的問題 都可以跟我們公司反應 那我們會協助你去處理 你不用去面對房東 處理完這一房 還有別的是要忙 一度都是5.5 一年實際都一樣 電費照表一度收5.5塊 稍高於市場的行情 而房租也比平均租金行情 多出一兩成 等於把服務費平均分攤 紮進租金裡頭 請他來之後我就付錢了事 所以還滿方便的 就不用自己去修燈關 或自己通馬桶 同樣是這個服務 今天我去租大樓 它也會有類似這樣的服務 例如包含垃圾代收 那些相關的費用 還有甚至信件代收 儘管不少人嫌貴 但民間的租貸管公司 光是這一家雙北市合計貸管 七百多間房 滿租率還是多達八成以上 年營收甚至可以達到兩千萬 民間單位賺了大把鈔票 但同樣的模式 公家單位來做可行嗎 年底的時候 我們大概台北市 台北市政府 正在開工的公宅 大概會有25座 去年底台北市包租貸管方案上路 想減少三萬多間長期閒置 又租不出去的漁屋 而另一方面 也想提供給中低收入戶 或經濟弱勢的民眾 有租得到房的保障 本來想用這個方式 以低於租金行情八折來媒合 但這樣的價格難以吸引房東配合 原本的美意當然也難以實行 那這件事情 它提供的是比較 付租金門檻比較高的 可是如果現在對象 不是這一些外商進來的 這一些所謂可以付 比較高租金的這樣子 一個對象的話 是我們的所謂的 弱勢跟低收入戶的話 事實上它是不太可能去幫 業者創造更高的這個 所謂的保管費用的 利益的創造 現在在申請 保住貸管的情況是怎樣 就是呈現一種 生多周少的狀態 就是屋主他比較少把房子交出來 可是申請的那個民眾 來詢問的弱勢民眾 其實是 據我們所知是蠻多的 包租貸管服務 在租屋市場漸漸變成競爭鴻海 但原本政府推行 想降低空屋率 幫助弱勢族群有一個安心地 遮風避雨的美意 反倒成了業者盈利的新型態 三立新聞 中志偉戴崔 台北報導